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7月12號這個早上11點半 烈火戰技剛開始的時候他是這個月下榮葉的這個活動 然後是送100抽 當然你要完成一系列的活動不是說一上線就獲得100抽 那感謝 S1黑田魚餌就是在LINE群分享這個算是第2週的活動吧 談夢櫻花祭跟這個新藍之爭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東西呢就是應該也是一樣你慢慢達成活動 哇送好多鑽石 所以大概這個樣子 應該來講說應該是不用課金也可以獲得啦 可是你可能要玩得比較輕一點 然後這個是男女主角的這個時裝喔 不知道是不是在 這個過主線的時候那個什麼劇情的那個過場動畫 角色的那個造型也會變呢 那這樣就算是比較特別喔 好然後呢我們來看 有冰果有輪迴祕境有聖典商行 然後這個應該是這個活動獲得的這個資源來換東西 然後也有每日儲值跟這個神速許願 好 冰果這個東西喔 這個如果是玩劍遠征的玩家應該都知道說其實這些活動 應該來說就是不課金也可以玩 但是右上方這個東西讓我覺得有一點點 遲疑就是說 你要在這個7天有沒有活動是6天嘛對不對 你要在7天抽80次 7天抽80次蠻多的 但是我們看前面這邊喔 他這邊每到一個階段他就會送你3000賺 很多30003000600060006000 我們來看 我們就用3000來當作10抽好了 其實10抽是2700賺嘛 然後我們來看 這樣3000的話就是10抽 10抽10抽20抽20抽20抽 10加10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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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正好80抽 所以也就是說呢你所有的這個 這個參加這個活動獲得的鑽石全部都拿去 這個酒館去抽的話是夠的 那以建議遠征來說 之前出了一個九宮格的活動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要你花 好像任意儲值30塊吧 結果那樣子就被玩家罵 然後後來這個官方出了這個 九宮格的活動 全部都是不用課金喔 那我也希望說 我也希望說這個 烈火戰記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其實烈火戰記很多課金的項目就已經夠多了 會課就是會課 我覺得一般的活動不需要這樣綁喔 那另外呢我隨便提一下放置奇兵喔 放置奇兵的大家可以查一下囤貨奇兵喔 囤貨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把東西給 給留起來然後再一次用的那樣子的模式 我是不希望烈火戰記是搞這樣的模式啊 不過應該是不會 如果說他真的這樣搞的話 那我一定會棄坑 囤貨奇兵就可以去查一下 也就是說假設 這個烈火戰記出了一個活動 說7天之內你要招募80次 然後呢又沒有給你其他的一些 免費的鑽石啊免費的 券的話 那就變得是說玩家就會 手中握的很多的這個普通抽的券 然後不敢用 為什麼不敢用呢 因為 不知道說用了之後 會不會突然下個禮拜活動 他要你80抽然後可以送一個大獎 哇那我現在 開開心心的把這個抽全部都抽完之後 發現創賽啊 下個禮拜要80抽 那這樣就變得是說 你就參加不了活動 或者是逼你要課金喔 這個的說法就是有點像是說 我們建議遠征啊 我們什麼時候愛普通抽 什麼時候愛種族抽 我們自己都可以決定 然後什麼時候愛開這個子靈魂石 也是自己可以決定 結果呢有一天喔 官方他 他突然出了一個活動說 這個 這個 7天 7天你如果說你開了 10顆 精英的英雄靈魂石 你可以 你可以獲得一隻 阿塔利亞 這個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玩家 開始抗議啊 就是說哇靠我才剛開完 然後你突然開了這個活動 然後呢就是罵一罵 罵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子靈魂石 大家就會Hold住不敢開 為什麼呢 因為 不知道說官方什麼時候會跑出一個 一個禮拜之內要開 10次子靈魂石的活動 我只是舉例啦 所以這種囤貨騎兵的這種方式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不喜歡 因為我個人拿到了資源 我就會享用啊 然後在新手階段呢 這個有抽籤當然是趕快抽啊 看看能不能抽到 這個對應的角色 然後趕快去升級喔 但是呢 因為說看到這個 下禮拜的活動 也不是下禮拜啦 像我的 我目前是在七伏嘛 七伏的話應該是今天 今天零點鐘的時候 月下龍夜的活動就會結束 那結束之後呢 這一百抽我都已經拿到 結束之後呢 應該就會換這個 抱歉 這是劍遠征 應該就會換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開始之後呢 這邊就需要 這個酒館要抽80次喔 其他這些東西後肯定是 你七天之內後 每天上線 參加活動都可以解決的 好那閒聊結束後 然後再來是輪迴秘境 輪迴秘境的話就應該是跟這個月下龍夜一樣 就是打Boss嘛 那就看你的角色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 有參加有得獎就好 那商行也是一樣 這個我覺得就是 看你欠什麼吧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去買 要嘛是基因石或是普通抽 我可能會去買普通抽 因為普通抽其實 那個抽了之後呢 他也會送你一些資源 然後神速許願 看你欠什麼東西喔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OK好 那所以說我比較care的是這個酒館80抽 雖然我自己說我很討厭這樣的模式 但是我還是不爭氣的把我的這個鑽石留下來 這邊我有5880鑽 其實我也才存一天啦 我是沒有存兩天 因為我覺得應該 應該那個活動後 他會把你的那個鑽石都補足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邊我還有留16抽 加減留一下 然後這個種族抽 種族抽的話 我應該是留給龍嶺或是 龍嶺或是聯合議會吧 因為這兩個是我目前戰鬥的這個主要角色 好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聯盟啊 感謝大家的加入 那我也有收到一些這個信件喔 然後 目前來說呢 Email還有一些玩家在排隊 然後 也有人密我 我會 我都有記錄下來是誰先密我 然後 誰先排隊 像目前呢 我在等這個獨影無中大大 我等 我等你加入 所以 這個 工會快升級了 所以希望說升級的時候呢 可以趕快再招收一些人進來這樣子 所以 再次感謝大家加入 但是不是不熟喔 因為那個 有人是寄沒有給我 有人是在Line Line上面跟我講 有人是傳訊給我 這些我都有記錄優先順序 如果說這個有位置的話 我會 一一回覆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